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自动驾驶项目 自动驾驶使我们制动科技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把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过来了 现在会议开始 看来今天是一场恶战啊 大家请看评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自动驾驶投入与产出的数据图 从十三个月前开始 研发投入项目以每个月百分之五的速度递增 但是产出却始终都是零 简单一点说 自动驾驶的研发 在上半年就是亏损的重要原因 自动驾驶项目展望于未来 如果您当下的收益学衡量 是不是有些太荒谬了 那我想问一下同工程师 您现在自动驾驶进行到哪一步了 多模态三地点云 施优独播剧场已经出现成效 路径规划项目也在攻坚中 那你现在路径规划做到第几层了 第一层的端到端贪心算法 突破路径规划 已经完成了初步构建了 那么第二层实施的毫秒级 避障规划 以及第三层的高速动态场景预测 您还没有开始喽 就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偷销时间 那么线控系统和环境感知 这两个技首的问题是吗 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我需要一步一步来 那也就是说 自动驾驶最核心的重点 也就是自动驾驶路径规划 您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对吗 所以我们就算做最好的预期 以最短的时间内 我们实行了二三阶段路径规划 却还没有进行 自动驾驶核心环节 机器人执行的程序线控系统 和环境感知学习 那我想问一下 这整个自动驾驶项目 您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不是 徐总 我怎么觉得 你对我 还有我们整个组的组员 好像没有什么信心呢 但是徐总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点 如果说公司对我们没有信心 当初这个项目就不会开启 姜总 对吗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不信任 整个自动驾驶项目 因为这是一个 风险性极高的事情 所有的科技创新 它都具备风险性 想当年国家压力重重 如果不是冒风险 去研究两弹 会有今天的和平吗 如果不是冒风险 去研究太空卫星 会有今天的北斗 如果说咱们的制动科技 想要站在国际的一线 这点风险都不感冒吗 你说得太好了 所有的物件的发明 靠的都是我们 对某一个物件上的 发明和创新 但是自动驾驶不一样 自动驾驶考验的是环境 别再先不谈了 北京 上海 广州 这三大城市 它们道路的拥堵情况 和交通的复杂性 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好 驾驶自动驾驶 我们研发成功 产品上路 道路上现在有 自行车 机动车 行人 再加上你的 自动驾驶产品 混为一谈 你认为 这有助于交通吗 这种复杂的环境 自动驾驶 能在这里生存吗 我想问您 你懂技术吗 那是限控项目 和环境感知是什么 不用解释 也许你可以搞得懂技术 但是你搞不懂 这一社会难题 就是交通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 不是你不能 是没有人能 这需要整个社会的 交通经济体系的 全面发展 才会给予自动驾驶 一个合适的环境 好了 我说两句吧 经过我和徐总的讨论 考虑到佟总工 对自动驾驶项目的 付出和执着 我们决定 再给A组一个机会 管理层会给你们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内 必须搞定 自动驾驶三层的线路规划 否则项目暂停 当然了 我们现在更看好 B组李德先生 现在主抓的 自动化物流项目 所以从今天开始 投入研发的费用比例 将会重新调整一下 李德工程师所在的B组 将加大研发费用 而自动驾驶项目 只保留百分之三十 既然你们都已经商议好了 还开什么会啊 我们可以民主投票 我们可以民主投票 各位同事 觉得佟总工的想法是正确的 同意保持原方向不变地请举手 大家可以随意表台 我们只是就事论实 我们只是就事论实 一共八个 很好 那么现在 同意我的决定的请举手 我就不计数了 结果一目了然 所以佟总工程师 这不是我对你的偏见 是全公司的员工 对你的意见 一个月时间是吗 三成经费 对 好 我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每一分一秒 对我同意而言 都非常地重要 接来的会议 抱歉啊 三交 老大 我实话实说 您别生气啊 这一个月的时间 三成的研发经费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既然话已经说了 一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了 一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了 就算我们的算法计划再完美 这时间 这经费 怎么可能将三层的路径设计 全部照顾住去 不可能的 我还有个办法 你去找一下徐总 跟他好好说说 宽限点时间 我想我们的手掌会更大 我了解你的脾气 你的性格 我了解你的脾气 我也不想输啊 我也想赢啊 就算你为了我们全族 就找一下徐总 跟他说一句软话 好不好 建三 店里的罗勒和迷迭箱没有 赶紧去买点 关采购的老梁呢 他说自己结婚请假了 不是 我这蛋糕还没做完呢 你的蛋糕是在我煮菜之后的 让你去就去 不是 行行行 干的我话这么多 小伙子 老梁呢 请假了 要不然怎么让我来跑腿啊 小伙子 你这么说的不对了 你不是主厨吧 这都能看出来 那当然 我虽然不是厨子 但是我卖了厨子 三十多年的菜了 这香料 是煮菜添加 画龙点睛的关键 这么重要让我让你来啊 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个过程 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以后怎么当主厨啊 十大厨还有这意思呢 你怎么说 种子选手 这个画面 怎么如此美丽 今生今世 但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这画 我是从哪儿看到的 今生今世 但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干吗呢 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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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抓小松 小松 抓小松 别跑 抓小松 抓小松 别跑 抓小松 抓小松 别跑 抓小松 别跑 快到了 住住 住住哪儿 哪儿 别跑 别跑 对地对对 让你 小妹妹 你的手机 谢谢哥哥 没事 没事 哥哥 您是便衣警察吗 不是 我就是一名厨师 阿姨 我看您这么英勇 还以为 我叫小悠 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不不不 不用这么客气的 没关系 我知道附近有家咖啡厅 走 走 小哥哥 你不忙吧 别耽误你的正事了 不忙不忙 没什么正事 给你喝咖啡才是正事 没有没有 跟你开个小玩笑的 我叫李杰森 你可以叫我杰森哥 或者小哥哥 小哥哥 对了 你一大早上去菜市场 你不上班吗 因为网上说 一个城市的菜市场 是一个地方的味道 所以我出来乍到 就想过来逛一下 只是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不是碰到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听你这么说 你是刚来上海了 我大学刚毕业 我就想来上海找工作 今天才来第一天 你说你刚来上海 上海就给你留下 这么一个不好的印象 其实这儿还是好人多的 哥哥 您是厨师对吧 嗯 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大厨 或者是店长之类的吧 其实我就是普通的厨师 我没那么高的欲望 现在还有人没有欲望的吗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不能有太高的欲望 脚踏实地 做好自己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哥哥 以后一定是一个大厨 那是 你刚来上海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 那我可以推荐你一个工作啊 真的吗 什么呀 来我们西餐厅当服务员 你愿不愿意 服务员 那可不是一般的服务员啊 在我们西餐厅 那可是非常高达的意大利餐 你要在我们餐厅服务员做得好的话 那你去别的餐厅当个主管 或者经理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啊 您的意思是说 可以去您的餐厅吗 当然可以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谢谢哥哥 这个女儿看我的那一瞬间 只有零点一秒 她的眼神中闪烁出那种崇拜之情 被我敏锐地扑出道 那一瞬间我就知道 我又要脱单了 这份你们收一下 走 走 雅琪姐 我可听说了 最近您为了找几个优秀的服务生 给您愁的 那头发都白了几根 那哪行啊 我多心疼啊 我得替你分担分担才行 谁长白头发了 不行 不是 姐我这什么都没说呢 怎么就不行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刚认识个女孩 就想把她带来餐厅 这 这怎么知道的这 你说现在交友 怎么还得帮着找工作呢 是我老家的一个妹妹 人特别好 不行 你先听我介绍完了再说吧 我这个妹妹人特别好 刚刚大学毕业会说英语 长得漂亮能言会道 很适合咱们餐厅的 真的 那她到底是你的妹妹啊 还是你交的朋友啊 妹妹啊 那绝对不行 占亲戴故 绝对不合适 不是妹妹 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哎呀 什么交的朋友啊 姐都把我问懵了 那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就是我前几天 认识一个女孩 但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真的 你交友就交友 你少跟我玩套路 你那些事我都知道了 在菜场英雄就美 这 这事怎么传那么快呀 谁告诉你的呀 菜场师傅说的 石大厨告诉我的 看在你没有让我们 飞游餐厅丢脸的份上 明天让她来面试吧 好嘞 谢谢又一姐 好 曾进 有事吗 有啊 但是我不是想跟你聊会议上一事 咱们从三亚谈起来 童雨 我今天认真地跟你说 今天我在会议上 所有的分歧以及决定 真的是因为公司长期的发展 而考虑的 跟三亚的事情没有关系 自动驾驶项目是我们 A所所有人的心血 你今天设定的时间还有资金 你找特斯拉还有Google 他们的技术团队 让他们过来做 他们能来吗 他们能做吗 他们做不到 所以该结束了 但是我不是他们 你不了解我 你不了解技术 恐怕说你了解的 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吧 你跟踪我 其缘巧合而已 有些话不要乱讲 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吧 你跟踪我 有些话不要乱讲 不然你会死得更惨 我好怕怕呀 还有 我比你想象的 要了解得多得多 2010年 谷歌启用了自动驾驶项目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总共损耗七十多亿美元 连他们都承认 他们的技术积累 不足以支撑 自动驾驶的量产落地 第二 在国际上 自动驾驶项目分为五个级别 我们算是哪一个级别啊 真正的第五级别 他们都已经承认 最好的预期是五年到十年 当然了我不否认一点 就是你提出的 斯赖模式的激光雷达项目 我觉得非常巧妙 你所提出的斯赖模式 其实是一九八八年所提出的 已经非常成熟了 你利用车辆自带的GPS 与RMU 与高精地图相结合 再与斯赖模 云点图像做对比 的确定位准确 但是我要说的是 你随后的限控项目 和环境感知 简直难于登天 尤其是环境感知 你所启用的深度学习方式 确实是属于前瞻性的设计 但是就算在5G全部覆盖的情况下 它的准确率和误报率 是一场灾难 请问这一些一年两年五年 你能创造奇迹吗 我之所以因为了解 所以我想给你个体面的下课方式 我想让你知难而退 结束这一切 你是公司的领军人物 也是所有工程师眼中的榜样 我是给你面子 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给公司面子 减少损耗 提高效应 减少损耗 提高效应 减少损耗 提高效应 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吗 我是很喜欢钱啊 但这是我的工作 不可以吗 这三要的是我已经看出来的 看来这两千块钱 你给的不是很愉快啊 无所谓 我非常痛苦 我记得曾经有一人跟我说过 在生意场上 有感情的人往往不会成功 只有那些冷血的贪婪者 才会成功 因为你们的眼里 没有未来 只有现实 还有事吗 我和江总要去开一个董事会议了 你自便吧 还有 以后不要说我不懂技术 我看你眼里只有钱吗 不好意思啊 这是赔偿你们酒店的损失 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 你说 怎么样 很厉害 这是什么呢 那个事你能不能当成不知道 什么事啊 我家庭的事情 我家庭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多罪的人 但是自己有儿子 还在公司里面装单身 你还真是有兴致 对不起 来 你不考虑 你还真是有兴致 在大方身上 你还真是拆备 我没有经历 你还真是拆备 什么都 Zwey 你还真是拆备 对不起 我不是犹豫的 对不起 我不是犹豫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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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上了 跟上了 你注意跑步啊 这儿这儿 这儿定了 我说我给你发微信 你不负口 气死我了 李姐三 我告诉你啊 这举角没你保赢 你拉倒吧 自己在那儿烂 我救你多少次了 跟着点儿啊 你推塔呀 不是 你们跟 你把小学生打有什么意思 你哥们儿出了一个大事 要告诉你们 你赶紧推塔呀 你 推着呢 推着呢 我跟我们公司那女魔头 彻底撕了 您的水晶正在遭受攻击 撕 这种人就是该撕破脸皮 光天患上之下 居然该抓你这一道 只拽到袋子 没碰到别的 你想什么呢 袋儿没有 哪个黄蛋 又没拽你那一袋儿呢 你弄激动到了 咱俩是不是弄反了 生气的应该是你吧 我跟他生气啊 那我一天什么事也不用干了 我说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是不是给你抓舒服了 您的月子倩真的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他自己有儿子 他在我们公司 你知道登记的什么吗 婚姻状况单身 我跟你说这种人渣 绝不能惯着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没事 我怎么听着像是打情骂俏的故事呢 打你妹 你们快看 咱们在三亚的事被人爆出来了 这是谁啊 著名的情感博主啊 今夜姐不约 你看看 你看看 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事啊 那谁知道呢 这评论追得还挺快啊 三千多条了 我看这评论还有说 要开始人肉了 怎么肉 怎么肉 我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谁啊 要用机吗 找错了 在楼上 你还说不怕呢 吓得什么样 我去你 老大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不相信 不不不 我也不相信啊 但是你看 这 不约姐的 微博发的信息 都说得很清楚嘛 上个礼拜 咱呀 从工程师 除了那个已婚 不明显 那其他省不是在说咱们老大 无反正不行 你看这句啊 色胆包天 在公司里公开骚扰 这不就是说的那 是 我说呢 这许总和咱老大 一直不对付 这根啊 就住在这儿呢 好 三一 三一 就有不可告人的明明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重点是 你说他俩谁 睡的谁啊 这个不好说 咱们老大可不是 这么主动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呀 可能是许总啊 他先主动的 咱们老大就 顺其自然呗 对吧 对吧 这想法完了之后 这许总就受伤了 这女人啊 受伤之后是最可怕的毒 我按你流血不死的 是不是 对对对 我看你们想象力挺丰富啊 敲带马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们有这么多想法啊 我们就随便聊聊 咱们A组的七个组员 齐龙珠组合 我都把你们当兄弟 所以我希望跟你们坦诚相待 刚才你们在微博上看到那个东西 是真的 一部分啊 但是现在开始不管他怎么想的 这场仗 我们是不是应该不会认输 这场战斗 你们愿意站在我的身边吗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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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不能迟到早退 还有任何的动摇 因为现在开始这里 它不是攻死 而是一个战场 这段话说得可真精彩 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话 你的微博更精彩 什么微博 演技派 您过了啊 说我微博更精彩 它什么意思啊 喂 嘟嘟 倩倩 微博删掉 为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现在 评论和转发都过万了 所有人都在猜这个人间鸡品诈是谁 倩倩 我跟你讲啊 这只是我们工作上的救生人事 再说那些事都不应该再提了呀 那怎么行呢 我现在突然删掉 算怎么回事啊 我不和我的粉丝交代啊 我不要面子答 可是这是我的事吗 这个事呢 你放心 是我的个人行为 和你也没关系啊 再说我也没执名道歉 对不对 我呢 只是想抒发一下 对这种男人的憎恶 顺便给他施施压 你这菩萨心肠 就给我收一收 老娘替你伸张正义 听到没 不说了啊 拜拜 拜拜 对 这个颜色不错啊 还能顺便看一看 连长 不好意思 我们说完就坏了 连长 连长 刚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 也不知道要什么 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 我实在搞不定了 法语啊 那您觉得这款呢 我不想要这么烂马的 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 谢谢你 想不到郭老二的前女友风云 让我也撞上了 小菲 小菲姐 小悠怎么样 小悠很优秀 面试通过了 太好了 我跟你讲啊 您那健毅勇为的劲啊 多多用在工作上 知道了吗 是 先生 露旋眼神 原本 浪漫祺平 加油 加油 来 来 一位婚夫 怎么这么快走了 没错要来喝一杯 她回公司了 每次陪我逛街 她都找机口走 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 没有耐心 说是没有耐心 但反过来说 事业心挺强的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对了 我这么突然间把你约出来 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 不会 店里有人看着 我这店长也没人管我 没想到 以前那么调皮捣蛋了你 现在 现在怎么了 现在 有点事 没有没有 这想想差不多得有 十几年的吧 所有事都在变化中 都会变的 对吧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咱们俩都这么熟了 你直接跟我说吧 小飞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你 你还单纯吗 单着呀 我这不一直单着吗 再说 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 我喜欢一个人单着 那个 我过得挺好的 你呢 过怎么样 我呀 嗯 就那样呗 大学毕业之后 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 嗯 然后家里人介绍认识了她 这各方面条件 你还可以 这不就 快要准备结婚了 挺好 挺好 小飞 其实我觉得吧 这时候让我遇见你 这时候让我遇见你 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所以 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 嗯 那个 大 行 我 我 我结婚你能送我个包吗 就当是随分子了 可以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来 来来来 五号台牛排 好 不是 五号台牛排 小悠 累不累啊 工作还习惯吗 挺好的 那就好 不过刚才Yuki姐跟我说 让我工作的时候专心一点 跟你保持点距离 不过下班我就自由了 你这几天有空吗 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好啊 好 我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先去忙了 你去吧 好 宋代的诸席礼学出现以后 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 男女之间的感情 也逐渐开始受到压抑 例如诸子说 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人类的欲望 又怎么能够被消除呢 人非草木 岂能无情啊 但是受到时代压抑恋爱中的人 一年可能只见一次面 而且就在袁小姐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其实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一年就只谈一次恋爱 悲剧吗 好 这位同学 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 您刚刚讲述的 古代男女关系 要是放在现在来看的话 又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相比之下 现在的男女追求感情 更自由一些 今天你爱我 明天我爱你 如同儿戏一样 孟欣有一首诗叫从前漫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到过 车马很慢的日子里 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但是现在 爱情好像变成了快餐 你喜欢我 我也可以喜欢别人 对 这就是现在的男女关系 我再给大家想一下 一对清朝的男女家人 真没想到你会来啊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公开课 实在不好意思啊 影响你了吧 没关系 已经向客了 我给你发了电子邀请函 我看你没回应 所以我就想着过来一趟 一呢 是来看看你 二呢 我还是希望你那天会来 你 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 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也由你来见证 可我们当初的约队 是一起经历 是不是 你 我 到了 Bonjour 我 你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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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在这里 你才会感觉到平静 现在你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 就人想要夺走你最真实的东西 你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 而你只能夺走你最真实的东西 而你只能夺走你最真实的东西 而你也在看着我 对吗 白色水煮滴滴 滴在我的窗前 外面的脸上 我就是想暗暗 你只能夺走你 你还是阶段的病人 我怎么知道 我们还是要送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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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